想得出哈登刚从来往埃德菲城市,还被所有人奉为座上宾 然而在旧赛淘汰后,哈登却沦为北国侠 76人之前承诺过的定性续约已经不作数 他们甚至明确,只给哈登5年1.8亿的报价 在接受采访时,总经理的态度很强硬 哈登如果愿意接受,那没有问题 如果不愿意接受,只能走人 显然76人对哈登已经完全不信任了 他们认为,他再也找不回火箭实现巅峰状态 而哈登在得知76人的态度后,他感到非常失望且愤怒 并且二话不说就拒绝了5年1.8亿的许约合同 哈登团队透露,在明年休赛期合同到期后 哈登会坚持追求一份4年2.3亿的定性合同 目前,哈登与76人管理层已经陷入谈判僵局 外界纷纷猜测,哈登可能要离开费城 联盟乔球队听闻消息后都蠢蠢欲动 近日,洛杉矶媒体更是爆出 快船要招募哈登的消息 而当家求新小卡将亲自招募 哈登全面对此表示期待 那么,觉得哈登会离开76人吗? 你觉得他和小卡组合怎么样?